近日美国空军表示 已经服役了17年的F-22 将进行新一代空空导弹AIM-260的测试工作 这意味着F-22迎来了又一次升级 那么升级后的最强五代机有哪些提升呢 今天大兵和各位聊一聊 升级后的猛禽究竟有多强 8月11号 美国内华达州内利斯空军基地 负责F-22战机测试的负责人奥特利少校表示 为了保持空中优势 F-22将继续推进RACR 猛禽敏捷性能案的升级计划 以便在未来十几年内 永久性地保持空中优势 直到六代战机正式服役 据了解美国空军的RACR计划 未来将以一年作为单位 对F-22进行持续性的现代化升级 RACR-21作为F-22升级计划的第一阶段 早在一年多前就已经开始了 美军不仅对战机本身进行了全面改装 还将MIDS-GTRS联合战术无线电系统 集成到了F-22A的基载系统中 使它获得了红外搜索和跟踪设备 和更新敌我识别系统 能够与美国空军的其他机型 进行无阻碍的通信 而为了大幅度提升F-22的战力 美国空军开始了RACR-R2阶段 其升级的核心就是测试AIM-260 新一代空空导弹 并将导弹的相关信息 录入作战系统中 实现战机与导弹之间的信息共享 一旦F-22完成了全部升级 那么它发射的AIM-260 就能通过双向数据链 极大提升远程攻击效果 从目前美军的武器更新进程来看 六代机显然还需要约十年时间 才能研制成功 而其他国家的同类武器 也在紧追慢赶 虽然也就晚了十几年的时间 但也这意味着 美军多年积累的技术代差优势 正在逐渐缩小 因此美军极力加快AIM-260的开发进度 由此使其提升F-22的战斗力 使其永久性的保持空中优势 自从冷战结束后 美军武器技术的升级速度 是明显慢了下来 例如空军战机标配的 AIM-120系列中巨弹 本身就是1991年列装的产物 虽然该系列导弹 在随后的数十年内 发展出了多个子型号 但是AIM-120系列 本身作为一款老平台 潜力也被开发到了极致 因此在2019年 雷神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 分别拿出了自己的新型中远程空空弹的设计方案 它们的代号分别为 油损和CUDA 其共同特点就是尺寸 重量以及大过载机动性 都非常接近常见的近距格斗弹 但是这两款空空导弹的最大射程 却超过了AIM-120C的100公里 理论上来讲 这两种黑科技导弹尺寸 对比AIM-120要小 因此也确实能让一架双发战机的载弹量增加 但是问题是 它们在量产阶段都面临很大的难题 而且即便它们的性能达到了预期 最大射程依旧可能存在不足 相比之下 与AIM-120体积和重量较为近似的 AIM-260却靠谱的多 这种导弹同样由洛马公司开发 核心技术基础也与AIM-120D近似 由固体冲压火箭发动机提供动力 是一种能快速成型的武器 例如欧洲的流星远程空空弹 之所以能达到150公里的射程和4马赫的速度 就是因为它采用了固体冲压火箭发动机 反之想要提高雷神和洛马的这两款导弹 就需要提升导弹的弹径和气动布局 并增加单级固体火箭发动机 虽然这样做能提升推力 达到较高的射程和速度 但是却会面临弹舱长度问题 所以洛马公司在设计AIM-260时 最终还是选择了对内置的要助进行了升级 采用了与AIM-120C近似的单级固体火箭发动机 这样一来呢 它的射程就可以轻松地达到260公里以上 尺寸方面也控制得十分到位 而这样做还有一个明显的好处 那就是美军现役的F-22、F-35 都能够轻松装载这款导弹 至于其他战斗机 模改版轰炸机也能配备 另外同时 新型的AIM-260还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采用多模式导引头 通过主动雷达、红外成像和GPS融合模式 让它的抗干扰和快速锁定能力 有了很大的提升 再加上咱们上面提到 装备了联合战术无线电系统的F-22 获得了双向数据链的功能 因此AIM-260在发射后呢 能通过传感器 为战斗机和己方预警机提供敌方战机数据 方便飞行员识别目标发射轨迹、速度和方位等信息 最终让超远高精度攻击逐渐常态化 至于AIM-260另外一个恐怖的地方呢 那就是不可逃逸区 我们都知道 目前的空空导弹都在追求一个最大射程 但是在AIM-260没有出现之前呢 除去美国、其他国家的空空导弹 最大射程也就突破100公里 而美军最新的AIM-260 射程是要在260公里以上的 实际上呢 是美军在空战领域追求的一个目标 不了解的朋友或许会有一个疑问呢 这个260公里的最大射程 是不是说它在200多公里外的时候 还能击落敌方的战机呢 答案当然是不可以的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导弹已经进入了非动力射程范围内 也就是说 它是在滑翔飞行 如果碰到像战机这样有机动性的目标 对方一个拉杆转弯躲避 同时呢 导弹也会跟随目标机动 这个时候的最大过载 就会达到40到50个G 甚至还有70个G 导弹的速度就会衰减的很快 在额外没有发动机提供动力的情况下呢 这个减速也就意味着追不上了 所以实际上 各国空空导弹的最大射程 都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指标 并不意味着在那个距离上 它还有实战能力 那么最大射程没有实际意义 美军的AM260 为什么又要追求这个最大射程呢 因为最大射程跟上面提到的 不可逃逸区是有关的 最大射程大了 意味着导弹的攻击目标的不可逃逸区 也就会相应增大 这一增大 那可就不得了了 有朋友可能不知道 什么叫不可逃逸区 这里大兵简单解释一下啊 比如说一架战斗机 它的机动能力 也叫战机的最大过载 一般来讲呢 最大可以达到8个G的过载 而第一代 第二代之后的空空导弹呢 大机动过载 普遍都是有40个G 这时战机以8个G的过载机动摆脱 那就没有用了 因为导弹转弯快 飞行速度也要更快 所以说战机一旦在这个区域 被导弹锁定咬住 一定会被击落 而这个区域呢 我们就称之为不可逃逸区 不过这个不可逃逸区 却有几个必要条件 第一 导弹的发动机还在工作 还有动力 没动力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导弹在大过载机动时呢 飞行速度会急速下降 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国家的空空导弹 采用双发动机的原因 第二呢 导引头必须要精确 具备连续锁定目标的能力 如果是锁定又断掉 锁定又断掉 导弹呢 就不能连续跟踪 追不上目标 第三 导弹的引信要采用进炸引信 并且攻击方式要采用迎头打击 而不是跟着敌方战斗机屁股 追尾攻击 毕竟跟着屁股追到最后 导弹末端的滑翔速度非常低 很容易被甩掉 所以在这样几个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呢 被导弹攻击的战机 只要进入了不可逃逸区 就很难摆脱了 除非奇迹发生 但是奇迹呢 一般不太容易出现 那么不可逃逸区的距离大概是多少 这个其实各国的导弹都不同 大兵呢 只能给出一个范围 毕竟各国的空空导弹 导引头采用的引信不一致 其次 空战狗斗极为复杂 导弹攻击的方式呢 多数情况下是有三种 分别是迎头 侧向和追尾 其中迎头攻击 不可逃逸区范围最大 侧向会近了一点 追尾最近 因此呢 我们就简单估算一下 一般情况的不可逃逸区 是导弹最大射程的二分之一 比如美军原来的AIM-120 最大射程是100公里 那么它的不可逃逸区 就是50公里左右 并且还有一个前提啊 就是战机上的雷达 必须死死地咬住目标 从这里面呢 我们也可以发现 虽然各国讲的都是导弹最大动力射程 但是能用上的实际 是导弹的不可逃逸区 而这个不可逃逸区呢 并不是简单的二分之一 就能算出来的 总的来说呢 美军准备测试的AIM-260 射程要远远超过AIM-120系列 甚至有可能是接近300公里 再加上它还有复合制导模式 以及反隐身能力 所以RACR计划的R1-R2阶段 对F22的升级 属于一个全面性的升级 值得一提的是 美国海陆空三军呢 都曾经加入AIM-260的研发工程 因此这款导弹 很可能也会由此发展出 地对空和海对空等 其他平台的型号 最终强化美军地面部队 和军舰中的中程防空能力 也正是因为AIM-260 有如此难以取代的特点 因此它才从有损 CODA这两款黑科技导弹的竞争中 最终成为了大赢家 而除了这些尖端导弹 F22还获得了红外搜索 和IRST电光探测跟踪的能力 其中IRST是一种 可以远距离跟踪物体的 无源传感器 能直接发现敌方的隐身战机 目前这种武器装备 只有美军将其运用到了 实际作战用途中 不过各位可能很难想象 这些升级都只是 F22升级计划的冰山一角 除了RACR 猛禽敏捷性能案的升级计划外 美国空军还计划将 175架F22进行Update-6升级 Update-6是F22航电系统的 最新版本 主要目的是提高它的加密设备 在不同通信手段之间的 互操作性和安全性 以及加强雷达和双向数据链的 可靠性 由此也可以看出 未来美军对F22的 现代化升级 着重将在传感器 数据链和生存能力上 从而使其适应 不断变化的战场环境 其次根据美军公布的照片 他们还在F22上 进行了用途不明的 新型吊舱挂载实验 据了解 这张F22携带吊舱的照片 在2022年2月首次爆出 外观上 这种吊舱棱角分明 明显采用了一定的隐身设计 类似于 AGM-129隐身巡航导弹的 弹体外形 所以大兵猜测 这应该是一种光电吊舱 用来弥补当前F22 没有装备 EODAS光电分布孔径系统 和EOTS光电瞄准系统的空缺 最后 F22还至少实验过 两种不同类型的涂装 分别是在去年11月曝光的 银白亮色涂装 以及在今年3月17号 曝光的黑色贴片涂装 大兵推测 这两种不同的涂装 用途大概有两种 其中 银白色镜面涂装 有可能是为了测试 F22在未来空战中 防御即将出现的激光武器 例如落马公司 就计划取消 F35B机备处的生力风扇 在节省下来的空间内 安装机载激光武器 不过这项计划原定今年进行 目前已经被推迟到2023年了 而今年的黑色涂装 则可能是一种新型的隐身涂装 改变目前F22的隐身涂层 维护保养成本高 工序繁琐的问题 毕竟F22的设计时间较早 所以采用的隐身涂层 在长期飞行时 难免会发生开裂和脱落 再加上在进行空中受油时 隐身涂层也经常会因为 硬管加油探头的寡蹭 导致机身受损 整体来说 已经进入测试的 RACR-22改装的第二阶段 将让F22的战力大幅提升 而最新的AIM-260中程空空导弹 未来也将取代现役的AIM-120 新导弹增加了机动性和射程 美军的开发人员曾经强调 F22的新装备将会以极大的优势 对抗配备新一代空对空导弹的苏武器 除了重新武装之外 对于F22的其他改进 也正在同时进行中 特别是开发更易于操作和维护 减少雷达信号的隐身涂层 以及开放式建筑数据交换 和武器控制系统 按照美军的计划 F22猛禽现代化计划的所有测试 均在美国内华达州内利斯空军基地 由代号为绿蝙蝠的第422中队的测试 和评估人员进行 如果F22将改进行通过测试之后 美国空军将在六个月至两年内 将剩余的其他战机全部进行升级 而这些升级将会为美军提供 对空中敌人的永久优势 未来升级后的F22将最少服役到2030年 直到被下一代空中优势NGAD战机取代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有想看的武器 欢迎留言讨论 你想看的也是我想要了解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取代空中心远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持人认证